女士尾先生们,本场比赛结束,最终品分3比0,中国队获播胜利 应该运动员还是拼得不错,整个不管领先还是落后,我觉得整个拼劲还在 今天我觉得我们还是自己调动的比较好吧,我觉得我们自己这方面技术处发挥的比较好 然后我觉得韩国队也是他的发球很有特点 所以对我们的遗传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 然后在阶段性的第二局,第三局,其实我们有一度都是处于领的落后的状态吧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直没有放弃,然后我觉得今天的表现还是好不错 我觉得第二局打的还是比较刺激 因为中间有没有做好,这不是传言似的,有点拖动吧 尽快总结,接下来比赛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我们赛前的时候看了越南和韩国的比赛 然后越南队是一支很有特点,对吧 他们是虽然身高不是很高,但是他们的跑动也非常有特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仔细地去做好明天的比赛 我觉得越南队从陆西亚上看,他们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